遇到盘查响落跑还导致远警受伤 8号晚间高雄一名无信男子边骑车边抽烟 被警方拦了下来 起初他还态度很配合 但要检查车厢时 他竟然发动机车响落跑 两名远警反应非常快 立刻把他拉下车压制在地 但也因此两位远警都受了伤 如今男子也被移送法办 男子又在骑车 手上还叼着一支烟 远警预见上前就要盘查身份 原先男子很配合 只是神色紧张 没想到就在远警检查完包包 准备要换到车厢时 他二话不说发动引擎 就想要逃离现场 不过警方反应更快 马上将男子拉下 并直接压制在地 眼看跑不了 这时他才小声坦诚 自己藏有违禁品 藏在铁罐内的毒品 及吸食器也统统被搜了出来 原来巴哈晚上6点多 当时一名无性男子 边骑车边抽烟 行进凤山中城路及瑞春街口被拦下 还意图逃逸 躲避查器 两名远警为了合力阻止 导致手指头及右脚都受了轻伤 负伤能强势将他压制 警方训后依妨碍公务 毒品妨碍防治条例等 以请侦办 根据侧面了解 这名无性男子有毒品前科 却没记取教训 反倒再犯又逃避 伤了原警 如今不但藏毒 还加上妨碍公务 最佳一等 记者 天员 晚上 高雄差不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